咱们今天讲几个关于上身的故事吧 我们这款容易被上身的人叫做斜骨头 这类人命轻 性格善良 套用科学的解释 就是磁场弱 第一个是我母亲给我讲的 真实性较高 为了叙述方便 我就以第一人称来讲述 小时候 妈妈经常带着我和弟弟去姥姥家 那时候不像现在交通方便 明明离得很近的两个村子 走起来翻山越岭的 需要好几个小时 姥姥家不远 但是仍需要三四个小时才能走到 那是初秋的一个早晨 天刚亮 妈妈就把我和弟弟叫起来 收拾东西 准备去姥姥家走亲戚 大概七点左右我们出门 因为弟弟还小 走路比较慢 早点出发 可以赶上五千到姥姥家 一步无话 一直到快到姥姥家的时候 我妈指着一片坟头对我说 这就是我们家的坟地 你大老舅和三老舅就埋在这里 我当时也没多想 可后面发生的事情 让我的童年充满了阴影 直接导致我知道成年 都不敢一个人走那条路 到了姥姥家后 就快晌午了 离村口还有两三里地的路 我就看到姥姥站在村口的树下 往远处张望 远远地看到我们 就高高兴兴地迎了上来 对我妈说 还真挺准 快回家喝点水 这么热的天 咋还领着俩孩子 你爹在家做饭呢 当时我觉得特别诧异 眼神的余光 观察了下妈妈的表情 她也是一头雾水 那个年代 不像现在这样通讯发达 虽然相隔不远 但是根本没有电话 手机这样的通讯工具 传播信息 姥姥怎么知道 我们今天过来 在往家走的过程中 我妈就忍不住地问 妈 你咋知道 我们今天过来呀 姥姥听后 表情并无意思地说 你大舅看到 你带着孩子过来了 就让你大镜子 给传了个话 我听到这里 突然意识到不对劲 我娘的大舅 不就是我的大老舅吗 而上午路过的 那片坟地时 娘不是说 我大老舅和三老舅 就埋在那里吗 我突然和身上锅垫一样 头皮就炸起来了 大上午的 感觉不到一丝的热议 我有些惊恐地 看着我娘 而我娘却表现出 风轻云淡的样子 缓缓地开口问道 我大镜子醒了没 一会儿我去看看 叫咱家一起吃饭吧 你大老金就在咱家躺着呢 回家了你看看 他们的对话 让我感到万分惊奇 而我娘则好像知道 其中的秘密一样 就这样浑浑噩噩地 一路到了姥姥家 我的脑海里挥不去的 就是我已去世多年的老舅 临开饭前 我娘去把我老金掺了过来 我仍旧一副惊恐的样子 偷偷摸摸地拿着余光 打亮着大老金 只见她脸色比较苍白 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 眼神比较呆滞地 看着我和弟弟 吓得我埋头吃饭 不敢抬头 同时 我竖着耳朵 听着娘他们的说话 终于弄清了 让我有些后悔知道的事情 原来我大老金 性格柔弱 善良 且八字较轻 而我大老就早年间 因病去世后 陆陆续续 有几次突然附身 在我大老金身上 而今天上午 我大老金赶巧 在我姥姥家帮忙干活 大家一起有说有笑的时候 突然我大老金就不动了 也不说话 眼神呆滞 直勾勾地盯着我姥姥 龙家人胆子大 我姥姥就问她怎么了 而我老金回答 某某一回就回来了 还带着两个娃 你咋知道呢 某某刚从我家门口过去 带着两个娃 老三也看到了 姑某一回就到了 这个时候 我姥姥才反应过来 估计是我大老就又回来了 行行行 我知道了 你还需要啥 没事赶紧走吧 我啥也不需要 就是想看看小辈 有啥好看的 赶紧走吧 别吓到孩子了 一番好说歹说后 我大老金就缓缓地躺在地上 我姥姥把她扶到床上后 招呼我姥爷赶紧开始做饭 没想到快到晌午 果然看到我们三个来了 事情到这 我赶紧扒了两口饭 不敢再听下去 而就在我起身的刹那 我余光看到了大老金就那样直勾勾地盯着我 满脸呆滞 就跟我大老就在看着小辈一样 以上就是我妈妈给我讲的小时候的故事 我听完后一直说我妈骗我 哪有她讲得这么玄乎 可直到我亲身经历的那件事情之后 在我的记忆中 我太姥姥的身体不错 是个固执且脾气暴躁的小脚老太太 一辈子裹着小脚 撑起了一个家 养育了四个儿女 直到我稍微大点之后 我才能理解我太姥姥的孤寂和艰辛 在她生命最后的那几年 我经常看到她一个人站立田头 眺望远方 老人家可能一辈子都没走出大山 一辈子没有看到外面的世界 我记得我太姥姥是夏天不在的 而事情就发生在老人家刚走的那一年 我国一般四个上坟祭祖的日子 清明七月半 十月一 年三十 我们也遵循这样的传统 而且时间一般在午饭前 我记得那年是年三十 我们需要先去我太爷这边上坟 那一年因为回来的亲戚多 所以耽搁了些时间 从我太爷爷坟地回来就快中午了 我们马不停蹄地就往我姥姥家赶 而我姥爷就在家等着我们过来了 一起去给我太姥姥上坟 我姥姥在厨房做饭 考虑到临近中午了 就想让我们吃了午饭后再去上坟 就在我们刚到姥姥家的时候 突然就听到姥姥在厨房大喊了一声 那声音充满了严厉和责备 这种语气本不该出现在我姥姥这个淳朴善良的农家人身上 我们赶紧就跑到厨房 就看到姥姥手里拿着碗筷 就狠狠地摔在地上 面色猙獰 我妈就把我们几个小孩推出厨房 我则透过窗户悄悄地往里面看着 只见我姥爷则趁着机会抱住我姥姥 大喝一声 过年的抽什么风 而此时我姥姥更厉害了 一屁股就坐在地上 指着我姥爷边哭边骂 你们这帮不孝子 我才走了半年 你们大过年的 都不去看我了 我姥爷一听 脸都变色了 这分明是我去世的太姥姥回来了 我姥爷赶忙让我妈去请大仙 同时就跪在地上 一直在道歉解释 而我们几个小孩子 童童地被叫到了院子里 不许靠近 过了一会 大仙就被我妈请来了 第一时间就进了屋子 至于说里面举行了什么仪式 还是说了些什么 我一概不知 因为根本不让小孩靠近屋子 只知道过了大概十来分钟 大仙出来了 被我姥爷嘀嘀咕咕地叮嘱了一番 而我姥爷拿起上份用的祭品 就出门了 半个多小时后 我姥爷回来了 一进门就喊着 娘 快去你家拿东西了 我们几个小辈就那样地看着 都一动不动地看着 而又过了十来分钟 大仙和我妈就掺着我姥姥走出来了 我姥姥的脸上还挂着泪珠 却有一脸茫然的样子 这件事情之后 每逢上坟的日子 我姥爷总是早早地就去了 而若干年后 我和我妈提起过这件事情 我妈只是轻飘飘地说了几句 你太姥姥的脾气不好 嫌弃我们上坟比较晚 就找到家里来了 而经历了这次事情之后 我确信 原来上身是真的存在的 接下来讲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 在我所经历的所有事情中 这绝对是我最怕的一次 没有之一 我生活在四省交界的地方 小时候家乡的物质条件并不丰富 靠山吃山 所以从小我和小伙伴 就会利用暑假去山上捉蟹子卖钱 那时候一斤蟹子能卖一百多 而一个暑假多的话 能捉三五斤蟹子 怎么也够下半年的杂费和零花 记得那是一个初秋 早晚气温已经和盛夏时节截然不同 暑假已经结束了 那时候山上的蟹子已经不多 而我经过一个暑假的奋斗 收成却不理想 蟹子一共才捉了一斤多 所以趁着周末休息 我缠着两个小伙伴 要他们陪我上山捉蟹子 看看能否在创收下 毕竟这关系到自己下半年的零花前 过了晌午 我们就上山了 这个过程无需表述 只记得收成惨淡 三个人也没捉到几个蟹子 太阳吸血 我们三个又渴又累 垂头丧气地准备往回走 快到村边的时候 我们路过一个荒废的土窑 我们这的窑洞和陕北有区别 更像是河南那边在地面下的房子 就是在土地上往下挖 挖出一个院子和房子 而站在地面上 就相当于站在人家的房顶上 这个土窑有一定的年月了 它一波而建 并且用大石头七外枪加固 两扇小木门已经被重铸得坑坑洼洼 门前是石头铺的小胡同 石头已经磨得圆润光滑 站在坡头上 就可以一步迈上这家的房顶 我们又渴又累 这时候 一个小伙伴指着这个土窑说 我去过这家 他们家已经没人住了 但是院子里有两棵石榴树 咱们爬进去摘石榴吧 那个年代 农村的孩子最多吃个苹果鸭里 一听说可以吃石榴 突然也就不觉得累了 三个小孩蹒跚地站在坡头 小心地迈到了人家的房顶上 还别说 这里真有两棵石榴树 这时候 天已经擦黑了 看着下面这个空荡荡的房子 可能因为太久没有住人 阴气森森 我感觉并不好 总觉得屋子里面有冬气 有点不敢下去吃石榴了 这个时候 我突然看到破败的西屋门口 扔着一串东西 我趴在房顶上 仔细地往下看 可天逐渐按下来 我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 可能是一串铜钱 我不确定 就让他们两个来看 可能还真是一串铜钱 因为我对铜钱等地下 挖出来的比较感兴趣 我咬牙想下去看看缺人下 最后决定 我和另一个比较贪吃的小伙伴下去 房顶留一个小伙伴接应 我们顺着南屋旁边的木头柱子爬下来 小伙伴直奔石榴树而去 我慢慢地走到西屋的房前 却怎么也找不到刚才看到的铜钱状的东西 我当时心里一紧 感觉有风吹过 然后浑浑噩噩地就往西屋里面看了一眼 借着太阳最后的余晖 看到介于光明和黑暗处有一串东西 好像是铜钱 我竟然鬼使神差的抬脚走进了西屋 我现在仍旧记得那种感觉 进去后浑身阴冷 感觉后几辆冒冷气 屋里和屋外仿佛两个世界 我犹豫地不敢再往前走 而那串铜钱也从视线中消失 也可能彻底被黑暗吞噬 而我没有看到 突然在这个时候 我听到了一声支的声音 空荡而悠长 好像是有人开门 木门摩擦门槛的声音 我确信我听到了那个声音 而那天根本没有风 当时我大脑一片空白 吓得跟炸毛一样 扭头就从西屋出来 看到另一个摘石榴的小伙伴 他也愣在那里 我俩对视 从彼此的眼中看到了惊慌 他肯定也听到了那个声音 谁也没说话 我俩赶紧跑到那根柱子旁 他快了一步 抱着柱子就往上爬 我只能在下面干着急 那种阴冷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好像有东西已经靠近了过来 这时我集中生智 看到了古道 门和院子连接的地方 我们叫古道 旁边有一堆杂物和半截木头柱子 我抱着那半截木头柱子 就往上爬 无意中 我扫了那堆杂物一眼 差点瞎得我从柱子上摔下来 我看到杂物旁有一个轮椅 而那个轮椅却在前后缓缓移动 而且我感觉轮椅上 竟然坐着一个男人 四十岁上下的 胡子拉叉 我甚至能感觉到他在冲着我笑 我永远忘不了这次的经历 哪怕过去了将近二十年 我现在回想 仍旧感觉到浑身发冷 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 或者说感觉到鬼怪的存在 就在我下呆的时候 房顶上的小伙伴 大声喊我的名字 并且伸手来拽我 我抓住了他的手 脚蹬墙用力 一下就爬到了房顶 也没招呼他们两个 第一时间就跳下房顶 跑了好远才停下来 这个时候黑暗吞噬了最后一丝余灰 心情也出来了 我大口喘气 等着那两个小伙伴追来 事后我才知道 那个房子最后的一个主人 是个男人 四十多岁 胡子拉叉 双腿残疾 在十多年前死于轮椅上 而后那个房子 再也没人住过 这就是我被吓得最惨的一次 那次以后 我就很少再去做一些刺激的事情 而那个中年大叔 坐在轮椅上的形象 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 直到前两年 无意中在村委会翻到了一张老箱片 像片中的人和我印象中的人一模一样 而我发誓 在这之前 我绝对没有看到过这个人 因为他在我出生前就已经去世 接下来讲一个关于保家仙的故事 2010年前后 一个施家庄的朋友来找我玩 这个朋友家供奉一保家仙 具体是胡黄白柳辉中的哪位 我已经记不清楚 朋友全家对保家仙甚是恭敬 每逢初一十五 总要上香烧纸 平时供果不断 此先保他一家平安 大到生病住院 小到丢失东西 总要先问问仙家 据他说 好多次丢失重要文件后 都是保家仙为其指引方位后寻道 很是神奇 朋友过来 我总要带朋友去走走看看 我家这里地处丘陵 向西则是太行山脉 因为山多 自然风光也是秀丽 因为这个朋友对于英国 缘分等此类玄学比较信仰 所以有天我打算带他去爬山 同时参观深山里一处寺庙 朋友欣然应允 奇怪的事情 从我开车的时候 一件接着一件的发生 那天吃过早饭 我把车开出来 检查车况一切正常后 就准备出发 临行忘记拿声东西 我上楼一趟 前后不超过五分钟 下楼后 突然发现有前轮车胎没气了 明明刚刚检查了车况一切正常 因为打算带朋友出去玩 当时我也没有多想 只当是忽略了检查车胎情况 马里的换备胎 计划替换下来的轮胎扔到车库 等朋友走了再去补 换胎的过程很是顺利 然后我们就出发了 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影响心情 快到目的地的时候 又发生了一件怪异的事情 我清楚地记得 在经过一个九十度急弯的路上 因为手声 我会被加小心地缓慢通过 以前走这里的时候 从未发生过什么事情 可那天却归是神差的 和路边的电线杆发生寡蹭 我暗自恼火 莫非今天出门不宜 或者冲撞了哪位大神 下车查看后 索性并不严重 朋友提出我们今天就不上山了 可我还是想带着朋友去参观下 架不住我的坚持 我们继续出发 顺利地到了山脚下的村庄 而我一亲戚就在这里住 我们计划把车停在这里 徒步开始爬山 收拾好东西后 突然闻到一股浓烈的汽油味 我趴在车底傻眼了 油箱竟然开始漏油了 赶紧给亲戚打电话 他带着修理工过来 来回折腾了两个小时 油箱修理好了 朋友又犯了嘀咕 这一趟下来太不顺利了 是否自己和此山无缘 亦或者自家的仙人 不允许自己上山 用以警示自己 他对我说了以后 我安慰他没事 无非是巧合而已 他拗不过我 我们再出发上山 刚上去不超过五分钟 突然他大叫一声 只看到他手腕处的手串 突然崩开 珠子滚落在地上 其中有一颗 甚至落入山间 他脸色都变了 这手串使他家长辈 供奉在保家仙台前许久后 他紧来戴在手上 据他说已开光 戴在身上 可随时随地 手加仙庇佑 我也惊呆了 从未看到过 这么奇怪的事情 他立马打电话给家里 将此时详细地诉说后 想问问保家仙是什么态度 出了这个事情 我们只能取消这次爬山的活动 回到车上后 他家人电话打来 说保家仙不同意他上山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 赶紧回家 我们到家之后 朋友吃过午饭道别 匆匆赶回石家庄 这件事情让我印象深刻 好多巧合凑在一起 或者真如朋友所说 他供奉的仙家 在警示他不要上山 索性所有的巧合都是无关生死 却又让你不得不停车重视的问题 多年后和朋友聊起此事 朋友还经常感慨说 此生无缘登那座山了 对了 最后加一句 那天回家后 我去补胎铺 补胎师傅找了半天 都没有找到订口 直接冲起后 车胎又能用了 接下来讲一个吊死鬼的故事 我问过好多人 你见过死人吗 一般都会回答见过 我又问 那你见过吊死的人吗 相信也有人见过 我再问 那你见过吊死的人 而且尸体好久才发现 浑身腐烂爬虫的吗 我相信法医朋友也见过 我还问 那你遇到过吊死的人 而且尸体好久才发现 浑身腐烂爬虫 还给你托梦的吗 我遇到过 我上小学的时候 大概四五年级 我转学到了一个机关子弟学校 周围一大片区 都是一个单位的同事 房子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分配的地爱平房 一座挨一座的密密麻麻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 在那个地方玩桌迷藏 特别是晚上 黑灯瞎火的 也没有路灯 有时候可能一晚上 也找不到一个小伙伴 我记得在南区和北区住宅中间 有一个略高于别处的房子 单独的一间屋子 没有窗户 没有小院 那座房子的主人 我曾有过几名支援 见面眼熟 却不曾打过招呼 我曾观察过他 他是个外地人 大概四十来岁的一个中年男人 和周围邻居的关系一般 截然一身 无牵无挂 我记得应该是那年的五月份的一个周末晚上 我照常和和小伙伴去玩捉迷藏 轮到我藏的时候 我照常藏在了中年大叔的房子后面 四周静悄悄的 没有一丝灯光 好多胆子小的小伙伴都不敢一个人过来 这样肯定也就找不到我了 当时我也没多想 就卧在阴暗的角落 兴奋 焦急地等待着小伙伴来找我 那晚上我有印象 往常小伙伴找不到我了 总会结伴来这里看看的 而那天晚上没有一个人过来 只有我和一个侍候我才知道的他 大概半个小时后 我实在没有耐心了 就准备主动出击 可这个时候 突然就有一阵尿意 小孩子没那么多讲究 况且在这个阴暗无人的角落 我就冲着那堵墙放水了 然后无所顾忌地走了出来 可是到了有灯光的主道上后 发现那天晚上 街道上的人叫往常少很多 而我的小伙伴我一个都没找到 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 因为是晚上 有时候找不到别人的话 到了时间点 就可以结束游戏回家 以防止有些较真的小伙伴 一直等下去 我看了下时间 时间也差不多了 就自己一个人回家了 蹊跷发生在当天晚上 回家洗漱后 我躺在床上 往常一沾枕头就睡得我 那天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脑海中就一直闪过 那个阴暗的角落 我不知道过去多少时间 迷迷糊糊地似水飞行之间 我突然梦到了那个中年大叔 那个梦境很真实 以至于这么多年了 我还是会想到那个梦 那个中年大叔就在那看着我 没有猙獰的面孔 没有说话 只有淡漠到极致的眼神 现在想想 那种眼神 可能透出更多的是冰冷 梦里他就这样地看着我 一直盯着好久好久 当时我想象不出 他所表达的意思 事后也就简单地以为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并没有放在心上 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从那天开始 连续三四天 我每天晚上都会梦到 那个中年大叔 基本上是一样的场景 他一句话也不说 就是用冰冷的眼神看着我 我越发地觉得 他的眼神充满了呆滞 浑身冒着死气 而这种眼神的变化 与日俱增 我记得最后一次梦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浑身死气沉沉 眼神由之前的冷漠 逐渐变得浑浊 他的表情终于有了变化 突然呲牙咧嘴地 吐出了那么长的舌头 当时我就吓醒了 而且吓得不轻 不敢再轻易地闭上眼睛 就这样做到了天亮 前门说过 我比较信这样的事情 认为肯定是有一些 我不知道的事情发生 而好巧不巧地缠住了我 我想周末了找我的母亲说说 看看她能否找人帮我看看 转折发生在一个周五 从那之后 我再也没有梦到她 那天是这样的 简于第二天周末休息 我放学后 兴高采烈地冲出学校 不多远就看到前面有好多人 立三层买三层的 围着那个中年大叔的房子 挡不住强烈的好奇心 就听着耳边有大人说 有人上吊死了 我左挤右挤地挤到了最前面 看到了我终身难忘的一幕 至今印象深刻 那个中年大叔就吊在墙上 离地大概有半米高 一个棕红色的凳子倒在脚边 而他裸露在外的皮肤 全部呈黑色 根本分不清之前的模样 一个眼球爆出 就那样的搭了在脸颊上 可能是当时就掉出来 也可能时间长了 腐烂掉了出来 一截舌头吐了出来 就那样搭了在下巴的位置 由于时间比较长 现场遍地蛆虫 包括那位大叔的脸上 嘴里 我强大的内心 促使我就那样的看着 回想着中年大叔生前的模样 回想着我最近两天的梦境 我越想越混乱 或许好多事情可以关联起来 不过初次看到这样的场景 我当时心里绝对兴奋 大于害怕 天擦黑时 法医将尸体从墙上弄得下来 我隐约听到警察同志 根据尸体腐烂的情况分析 死亡时间可能在一周以上 到这个时候 我突然感觉到了害怕 身体跟过电一样的发紧 一周以上的时间 而我五六天前满捉迷藏 我就一个人藏在这堵墙后面 我和中年大叔的尸体仅仅一枪之隔 而且我还在墙后吁吁 而随后我又开始连续梦到中年大叔 一直到昨晚梦到中年大叔梦里头吐舌头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关联上 至少逻辑上是能说得通 我扭头趁着天没有全部黑下来 一口气跑到了家里 说来也怪 每晚我没有再梦到过那个中年大叔 或许真的就是中年大叔托梦 不想自己死后 一直没人发现吧 而我却从没有感觉到异常 从那以后 我再也不在晚上玩捉迷藏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在阴暗的角落里 你面对的是什么 接下来讲一个夜游神的故事 我们的村子有一片比较大的洼地 解放前没有人家居住 听老一辈人的讲 杂草能有一人多高 夜晚能听到阵阵狼嚎 小鬼子来的时候 就把这个地方当作残骸老乡的地方 听说好多人被害后 就直接扔在那里 当家人去收尸的时候 大半身体都见了狼腹 解放之后 那个地方曾经当作刑场 后来才逐渐荒废 每次我听到这里的时候 总能想象到 当年这个洼地应该是阴气阵阵 而随着六七十年代 人口爆炸式的增长 逐渐就有胆子大的人 把房子修在了这里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 在这里落户 这里也逐渐有了很大的变化 特别是白天热闹非凡 而我曾经晚上独自一个人从那里路过 感觉身体发紧 或许就是说的白天阳气重 而到了夜晚 曾经的冤魂出没 阴气阵阵霸 从小我就听我爷爷说 那个洼地虽然晚上阴气比较重 但是从没有出过事情 因为那里有一个夜游神 夜游神整晚在这里保佑着过往的新人 否则这里晚上根本没法去 这么多年 我曾听好多人说过夜游神的话题 往往地点就在那个洼地 这样的话题 在幼年的我心里生根发芽 年龄见大后 我曾多次晚上独自去那里闲逛 为的是一度夜游神的风采 可一直未曾如愿 下面我就解一个可信度比较高 流传比较广的故事给大家说说 这个洼地其中三面有坡度 可以开车下去 另一面是垂直的土崖 离地大概二三十米高 别说开车 就是人都爬不下去 上世纪九十年代 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 我们虽然是闭色的小山村 可毕竟改革开放已经十多年了 有些年轻人凭借敏锐的眼光和头脑 挖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我家邻居李叔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当年他还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 已经买了拖拉机 靠着给别人拉送货物 虽然比较累 但是生活条件已经比大多数人好很多 印象中 小时候我还经常坐他的拖拉机 去镇里头赶集会 可是有一次早晨 他被发现开着拖拉机 就睡在了洼地的土崖边上 再往前机密 就是车会人望的下场 而他被叫醒后 迷迷糊糊地丢下车 人赶紧回到了家中 这件事情发生不久 就听人说他把拖拉机卖了 去附近的一个工厂上班 随后娶其生子 再也没碰过物流运输的活迹 前几年我回家后去看看 因为是老邻居 而且两家关系不错 晚上就陪李叔喝了几杯 喝着喝着 就说起来当年的拖拉机 李叔很沧桑地说了句 那次遇到了贵人 否则真有可能小命不保 我借着话头 就想了解当年的情况 而李叔也不藏着掖着 娓娓道来 当年我是咱村第一个 买拖拉机跑运输的 如果按照那样的发展轨迹 你李叔我不敢说大富大贵 但是绝对比现在强很多 但是好多富贵是命中注定 所以你李叔当年 是捡回来的一条命 现在有吃有喝的 我也知足了 那天是要去山上拉石头 因为主家催得紧 所以那天的火赶了点 一直到晚上十点多才干完 我开着拖拉机就回家 走大路的话 还得绕一个大圈子 时间也不早了 我就准备从洼地下坡穿过来 可那天到了洼地后 就看到前面有好多鬼火飘着 咱们农村人从小就见过这个 当时年轻也不害怕 就准备穿过鬼火继续往前 而就在快到鬼火跟前的时候 我感觉方向出了点问题 当时绝对很清醒 可一直往前开 却一直开不到鬼火的跟前 就这样开着开着 感觉应该早到洼底了 可眼前还是鬼火 好像就在原地没动一样 突然我就看到前面鬼火 一下就散了 有一个人影站在那里 黑灯瞎火的也看不清 隐喻看到穿着黑衣服 有两米多高 好像站在空中一样 当时我就吓到了 拖拉机头一下就撞在那个人身上 而拖拉机也就停住了 我呢就迷迷糊糊的趴在方向盘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去地的庄家人看到我 把我酣醒了 我睡着的这段时间一点印象都没有 而看到我前面机密就是土崖边 当时我吓傻了 连忙跑到家后 找神婆来看看 神婆给我说 我命大被鬼火迷惑 鬼打墙了 在土崖边上乱转 那个黑色的影子是夜游神 宝拉停了 要不我就一头栽在土崖下面了 我听完李叔的话 心里头惊呆了 莫非真有传说中的神仙保佑 一直到去年 我一长辈回乡探亲 给我讲了另一个关于夜游神的故事 我更加相信 举头三尺有神明 人还是善良点好 我看你了